《秦始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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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来一次曾经在秦始皇陵做过十年的考古工作 在这里做考古队长 今天用短短的三四十分钟给各位报告一下 我这近十多年以来 通过我们考古所看到的秦始皇 以及秦始皇所代表那个时代 其实2200年以来 我们对秦始皇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 我们前所未有地达成一桩共识 秦始皇在中国是一个惨暴的暴君 皇帝大型土木 劳民伤财 老百姓动智违法在监狱 但是2200年以来我们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想通 这么一个不堪的人 他对那个社会做出那么多的一些负面的破坏 2200年以来我们没有把他骂倒 我们没有把他骂臭 我们时至今日今天所有人谈起秦始皇的时候都仅仅有味 为什么 我觉得这可能是和我们对秦始皇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是有关系的 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之后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影响了我们东方社会2200年都有哪些东西 其实我们之子不多 我们或者是没有能力看 或者是我们有意回避 今天就把我对秦始皇的认识想给各位分享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理论的框架 就是我对文明的认识 我以为所有的文明 中国文明也罢 世界文明也罢 所有的文明 其实都是由这三块来构成的 一个是社会智力体系 一个是宇宙观 另外一套是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说白了 其实就是那个时期 人们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最大共识 换句话说 我所认为的文明 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的不同 中国文明 中国人和印度人和日本的不同 其实除了皮肤 除了语言之外 就是这两个 思维方式 行为处事方式 而当时秦始皇所做的事情 在他50岁的镇子生日 这个时期所做的事情 这三块基本都做完了 正是因为他做了这三块 2200年以来 中国的文明其实根本上就没有再发生变化 只有最后一个核心价值观 历史赋予它的时间太短了 所以它没有完成 现在有各种关于秦始皇的一些说法 其实最原始的文献就是这一条 这是史基 秦始皇本纪里边所说的一共就是15句 91个字 这么40多年的考古工作 使得我们对秦始皇的领的考古的认识 觉得跟司马迁的记载之间 应当是有很大的契合度 证明司马迁所涉及的秦始皇领的事情 应当是靠谱的 我们先看秦始皇领的布局 秦始皇领前前后后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前前后后修建了 有将近40年 说是始皇出击未穿至离山 也有的文献 汉书也说过秦始皇领的建设是旷日十年 也就是不到十年 秦始皇领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些考古的发现 我们认识到对秦始皇领的很多的一些认识或者是看法上 其实是司马迁为了要批判汉武帝 想给汉武帝建言 你老人家不能大型土木 不能劳民双才 不能这么建领木 说你看看秦始皇就这么干的 结果能导致到帝国的灭亡 其实这是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从秦灭亡就开始 从西汉一开始一直到了司马迁吉大臣 最著名的几个人物 甲山 甲鱼 卢姑 董中书 司马迁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都是儒生 儒学出身的 通过两次的科学测试 上世纪八十年和本世纪初 我们对秦始皇帝领的牧师进行过测试 因为史记司马迁说过 秦始皇陵技工是以水银为江河湖海吉祥灌树 达到一种上聚天文下聚地理 这么一种设计的图 那是不是如此呢 秦始皇陵是不是有水银呢 经过前后相隔二十年的测试证明 秦始皇陵技工里面存在大量的水银 并且这水银和陵墓的风土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证明这种水银不是土壤所本身携带的 而是从地宫里面挥发出来的 而这地宫里面有水银 很多现在我们认为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水银有剧毒 水银可以在历史上炼丹 水银在历史上也可以防止尸体不符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也认为秦始皇在地宫里面放水银 一个是为了长生不老 一个是为了炼丹 为了赏房子的尸体不符 也为了房子盗墓 所以有的也夸张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把秦始皇陵要发掘了 秦始皇安然无恙地还躺在地宫里面 其实这是一种拍脑袋的说法 在秦始皇这个时期 水银根本没有那些用途 水银就是除了做六金六银 除了做丹药 就是质贤的一种中药 它的原料 朱砂做原料之外 水银没有炼丹的功能 水银也没有剧毒的认识也不知道 水银也没有防腐功能的认识 这些都是后代的 地宫里面放水银其实只有一个 以水银为江河湖海 为什么要用水银来做这种模型呢 其实水银是一种水德的标志 战国后期的时候 为了寻求社会发展变化的一种法则 以周延为代表的一派学人 发明了一个五行相克相说 五行相克 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克 五行相克 每一个朝代代表一个德 五行对应了五德 秦人认为我们到了水德了 水德可以代替周人的火德 所以在秦龄地宫里面以水银来代替 相当于代替水 其实是一种水德的标志 这是秦朝建立帝国秦始皇之政的一种 合法性的一种证明 一种支撑 另外一个按照文献的记载 在秦始皇陵的寄宫的上面 所形成的东西叫上聚天文 上聚天文根据我们考古的一些发现 在西汉的晚期 在东汉以至于那最后世 我们陆陆续续发现一些古代的墓葬 这些墓葬里面 墓室的上面多数都刻画有二十八星修 就是把一个东西南北四神 这种四项再加上中央记 紫围 东西南北中的四地放到墓室上面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其实是中国古代天元地方盖天说的一种实践 第一次在秦始皇陵得到一种天地阴阳的一种体现 各位驱过兵马俑的人都知道 秦始皇陵最著名的就是陪葬坑 这些陪葬坑目前我们发现有两百多座 过去我们发现这些陪葬坑 发现一个坑就是一个 出现了冰马俑就是冰马俑 出现有马 有车就是马就坑 出现了什么就指示一下 我曾经当时开始做工作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么多坑是干嘛用的 过去我们有一种认识 就认为秦始皇比较贪婪 他也把生前所拥有的一切都带到地下 但我在想秦始皇他真的可能是喜欢这些马俑 而马也在秦人 从秦人走向秦文明秦帝国过程中付出了很多 这真的对秦的文明很重要 但是不至于在秦始皇在灵源的里边外边 在牧师的里边外边都放着大人的马 讲不通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个陪葬坑就是秦始皇 让我们看出来秦始皇和别人和中国 在他之前中国古代地方不同的地方 这一个一个的陪葬坑就是一个一个中央政权的机构 这个中央政权就是皇帝专制下中央政权军宪制 这一套体制是什么呢 我们在分封制那个基础上 我们发现从西州所创业的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这种血缘制的国家 走向着陌路了 春秋转国550年打来打去 其实就证明这套的体制 这套社会智力体系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 经过战国230年的一种斗争 然后到了秦始皇终于确定中央政权的体制 刚才我们说在陵屋的墓室是一个上聚天文下聚地理的一种体现 在中国古代所有地方的墓室 这陵屋的墓室就相当于一种卧室 然后以水印为江河湖海 就是把一个秦国的版图放到墓室里边去 放到卧室里边去 试想有谁会把一个版图放到自己的墓室里边去 放到墓室里边意味着它到另外一个世界 它牵挂的还是这个国家 它牵挂的还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云云众生 中国秦始皇是第一个 另外这一点 过去所有的帝皇走到另外一个世界 带走都是跟他个人生活有关系的 秦始皇则不然 他带走了这套国家的政治体制 这套政治体制有多么可怕 秦始皇只有50岁就去世了 他39岁统一中国 这十年之间所干的事情干得太多了 我们所熟知的统一多量 我们统一文字统一车折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基础性的问题 这还真的未必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这套社会治理体系 所以他个人生前对这套政治体制是充满了无限的信任 他死后到了地下 他也认为让帝国的江山从始皇帝万二世三世传自万世了 其他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 所以他带到地下了 西汉的皇帝 西汉前期的皇帝也是按照秦始皇这种设想来做的 所以我们看看在西汉的皇帝陵里边也有大量的陪葬坑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汉武纪之后 这一套中央集权体制 通过西汉粗的中央集权 郡县制和分丰制之间的这斗争 通过无处的七国之乱 使得全国的人 帝国的人 从皇帝到老百姓 货真价实认识到分丰制确实是国家稳定的一种障碍 从此之后中国在几乎就很少看到分丰制 这个制度确立是谁呢 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 前后经过了一百多年 从此之后这套中央集权体制我们都不说了 意味着这套体制深入人心 所以到了东汉的时候 陪葬坑的事情就越来越少 然后到了东汉 人们竟然不知道秦和西汉这些陪葬坑干嘛 东汉的时候认为给文献做著是有个大学文家 叫福谦 他给文献做著 他说称之外藏 叫逼切除鳩之俗 就是说给皇帝提供服务的 提供马卷 养马的 完全不知道 当年做培葬坑随葬陵墓的意义 在我的心目中我个人认为 真的在中国历史上 大概只有秦始皇 只有西汉前期的皇帝 是最有理想的一个时期 那就是刚才去说 我们看看他把这套东西放到地下 把一套中央集权体制放到地下 这套体制影响了220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 甚至影响了东方社会2200年的发展 时至近日 这套体制一旦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一种影响 秦始皇陵里面在《死记》 秦始皇本记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叫做公官百官奇奇珍怪西藏满之 在秦始皇陵我们发现了 这么多的培葬坑 这个培葬坑其实就是百官系统 这个百官就代表了一套中央集权体制 最有名的就摩国这个兵马俑 除了兵马俑之外 我们在秦始皇第0的封土西南角 还发现一个坑 也是这个陵园里面第二大培葬坑 13680平方米 这个坑我们视觉了一叠 视觉一叠以后就发现了这个坑里面 视觉的部分全部是用石片做的铠甲 这个石片做的铠甲后来我们经过修复 这些铠甲比兵马俑所看到的提铠甲的种类要更多 也能看出这些铠甲是为了适合不同的军种 因为我们知道有骑兵 有步兵 还有车兵 不同的军种 不同的级别 级别高的铠甲就做得比较精致 像这套铠甲是一种正常的 供一般士兵的 它这个身体部分前胸和后背都是固定的连缀 但是它的胳膊和它的腰是活动的连缀 这有利于他们战术动作的发挥 这套铠甲是612片 然后重量是25公斤 头盔74片 它的重量是5公斤 去过兵马俑的童子可能会理解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我们到兵马俑看到那么多的修复好的桃银 没有看到头盔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修复了有1100多件 一件头盔也没发现 于是有人认为战国的时候 列国在湘湖合纵连横的时候 有些说科到东方六有国就吓唬东方六有国 说秦国的军队上战场怎么勇敢勇敢 然后是东方六有国在战场跟秦国一相遇 然后就丢黑卸甲 然后秦国的战士上战场是不带头盔的 但是现在来看好像不是的 我觉得纯粹是吓唬东方六有国 作为一种标配 战场上一种标配重装步兵 重装骑兵的一种标配 其实都是在这的 我们曾经做过模拟考古 模拟考古就是我们买下来的这种成片装的石块 厚度是一个厘米 这些铠甲的甲片大概是五个毫米六个毫米 最薄的三四个毫米 做到结果就发现 我们要做刚才那一片铠甲 那一令铠甲每人每天用全部的电动工具做 只能做六片 而刚才那个是612片 做那么一种铠甲有现代这种工艺 那就是需要一百天 一个人需要一百天 而且是电动的 所以由此我想按照我们文献上来讲 当年修建秦始皇陵的时候说是天下图七十余万人 就是从天下征集了七十余万人都要来修陵 看着这个记载应当是不虚的 在这个坑以及刚才我们说的兵法友 那些坑发现 这些发现了证明了或者是坐实了 从史迹以来我们对秦朝对秦始皇的一种认识 那是一个军事性的一个时代 人们动之为法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陪葬坑 这个坑面积很小 只有四百亿十平方米 出土了十二件陶涌 十二件陶涌 这个坑是整个秦始皇帝陵 我们发掘的坑里边几乎是唯一的没有被盗掘的 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这个坑 去过兵法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兵法友坑里边有很多那些木炭一样的痕迹 那些土也发红 这些都是经过大火焚烧的 这个坑虽然经过人为破坏 我们刚才看那些蛹 那些蛹全是从后背推过来的 一件全部推过来 趴到地上 但是没有焚烧 以前有学者也认为 兵法友这个陪荡坑做好以后再焚烧 是一种礼仪上的一种需要 就是我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烧 就是烧了然后让这种气息然后上天 让秦始皇的灵魂得到 有这么一种认识 也有的认识是这里边因为朝气 有有机制 天长日久后产生朝气就自然了 那现在来看显然不是 证明确确实是这可能跟秦末汉初 就是那条农民起义是有关系的 这个坑一共12件 这12件陶游只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游 这种游是中国最早的文职人员的形象 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的形象 这种游身上带着有两件装饰品 长的这个是一个还熟的小刀 就是像今天我们的削千米的小刀 然后短的那个是一个小的袋子 这个袋子里边装着一个扁平的东西磨刀石 中国历史上讲的所谓的刀比例 刀比例就是这个 刀比例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孔 我们推测它 应该是擦翅简读用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正在上班的文职人员 他们随时拿着笔记本做好了记录的准备 一旦领导有什么吩咐 现在下午要请谁吃饭 就赶快联系宾馆 联系饭馆 然后就去安排 去布置 这种文职人员它的级别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秦在西汉的时候有个20等军功诀 20等军功诀就是把人跟进你的战功 然后最高级的是20等 但7级以上的就属于上诀 就给你的战场杀敌多少 你的爵位就可以增加一级爵位 这个爵位可以灌很多东西 可以抵换 可以付牢 然后你的犯罪来 然后就来抵消 7级爵位就是可以享受国家赐云的土地 可以享受国家赐云的奴隶 最主要的出门可以坐车 这个泳我们把这种泳称为袖手泳 就是手插在袖子里边 过去的70年代80年的老头到冬天 都是在手插在袖子里边怕冷没有手套 这个也是 这个袖子里边有一个方孔 我们刚好在这个坑里面发现了四把铜月 这个东西在中国古代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东西 从原社会的末起它就是一种强权的象征 然后到了文明时期它就代表了一种杀伐的权利 征伐的权利 如果能得到皇帝赐予你的月 然后就意味着你可以先载后奏 我们就分析 这四件陶涌 其实是由文职人员掌握的有强权性质的这种兵器 而这个陪葬坑的陵墓的风土又非常近 所以我们推测这个陪葬坑其实是在秦的三公九卿 这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十二个部门 十二个部门的一个部门叫庭位 庭位就是在李斯发家之前 当丞相之前长期工作的一个部门 这个部门负责全国的法律建设 负责全国的监狱 管理监狱 负责全国重大案件的判定 我们发现另外一个坑 这个坑我们看看 这完全是一个背叛狼藉 人为破坏大火焚烧 黑的全是木炭 倒到地上全是陶涌 一共是27件陶涌 经过修复以后 我们发现这些陶涌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兵马俑不同 兵马俑确实令人震撼 可以想象 如果三个坑八千件兵马俑全部发掘修复之后 那给人说视觉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们所看到我们修复的这些兵马俑 我们能看到其实它的雕塑 它对人体的肌肉 对人体骨骼的表现是有限的 它的面部给人感觉其实是呆板的 但这批陶涌不一样 这批陶涌到现在为止 我们不知道它做什么 这两件陶涌分别做什么 它们整体的形象就是穿一个短裙子 上身和下体都是裸露的 这两件陶涌前面 这边这个陶涌我们知道的 这个陶涌是什么 这是一个叫无活抗病 无活是战国秦的时候一个大力士 力大无比 当时人们进行在战国各个国家都流行举重 就是单手举重 然后秦有一个武王 当时把周始灭亡以后在洛阳的王庭 就是和他那些兄弟们举顶 最后炕烫一下 顶掉下来把冰谷砸断以后就死掉了 这个也是一个做大力士的一些动作 但是他做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 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件陶涌 这个陶涌也是一个大力士 我们看在它这个部分有一个孔 这个孔其实是它的道具 是一个木棍 一个粗的木棍 它在表演的时候 它就是把这些木棍顶到它的头上 或者用双手托起来 然后上面是一个十字架 十字架上面还有三个到五个人 下面这张图是敦煌宋代的一个壁画 其实说明这个都鲁寻创的这种游戏 在中国又有的历史 这个都鲁这个地名其实是缅甸 所以这个游戏可能是从缅甸传来的 换句话说 我们分析这批陶涌它的设计的理念 包括它雕塑技术它的用力时 它身上的肌肉 其实可能不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坑 这个坑在陵园的外边 这个坑虽然也经过人为的破坏 也经过大火的焚烧 我们发现了46件青铜的水禽 就是跟水有关系的这种鸟 也发现了15件的陶涌 这个青铜的水禽目前有三种 一个是鹤 这块鹤我们修复起来以后 感觉特别灵动 它高76公分 身长125厘米 它的嘴巴有一个小虫 表现的是它从水里边抓到一个小虫 离开水面的一个瞬间的一个动态 另外还发现了天鹅 这些天鹅所有的脖子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红眼 红眼也有两种 一个做的一个蹲的 另外我们发现这部分 这部分全是陶涌 这是我们发觉时候破坏的后的一个样子 人为破坏然后大火焚烧 我们修复了以后发现 这是有15件陶涌所组成的一个乐队 这个乐队是演奏的乐器 让那些水鸟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翩翩起舞 这件鸟是一个真的调弦的 它还没有开始演奏的一件鸟 当时琴的乐器有两种 一个是我们是这种主 这种东西失传了 随着荆轲刺琴到了咸阳 有一个人叫高健离 高健离基主的水平特别高 据说可以响恶行云 它随着荆轲一起来 最后没有成功 秦始皇因为爱惜他的音乐才能 把他眼睛弄瞎以后被流落的社会 后来他又已经谈了基主的水平被人引进到秦宫 然后眼睛瞎了定期给秦始皇起演奏 演奏终于觉得可以摸清秦始皇的生活起居归立了 这个竹是一个五弦琴 竹音箱里面装满着签 准备就扑杀秦始皇 结果没有成功被乱奸剁死 这是一种 这上面是基主的这种棒 类似于我们今天也扬琴 剩下的是一种针 琴针 琴针是最有名的 当时在列国纷争的时候 东方列国糟蹋琴人 说琴人不懂的音乐 他的音乐只有击否寇翁弹增薄壁 就是敲敲瓦盆拍拍大腿 唯独有一件乐器就是这个 这说明琴的针还是很有名的 那这件泳是什么呢 是一个击打鼓的 是起打节奏的 所以这是一个15个音乐家组成的一个乐队 这个乐队演奏音乐来训练水鸟 在这边银器银先渡的是一个马 这个马是在长安城出的 是唐的一个教坊五马 童贤宗的时候 然后上元节 就会把教坊的400匹五马请出来 把百官请来 然后请大家进行派对 然后请大家海吃海喝 一去马挑完以后 马到每个客人面前 把这酒杯端起来 掀起来送给客人 证明中国古代其实用音乐来训练动物是有久有的历史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跟音乐有关系的成语 其实绝大多数都出自春秋战国 说明春秋战国乃至于秦 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 我们讲最后一点 就讲秦始皇的 所谓的这个时期所构建的人的思维方式 这个思维方式就是要构建一个东西 人们和一套新的中央集权体制下 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来相互来交流 相互来共处 这东西就形成了一个到了王莽的时期 又过了200年确立了规矩 规矩在中央政府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求真 求大 求实 这是一个我们整个秦始皇帝陵园 我们看它的设计是仿造了都城 我们看见这个碗 下边这个碗直径有半米 50厘米 这种碗是过去无稽的两次所使用的 在中国古代只有秦国秦代有着 这是秦始皇陵园留下的旱图 这种旱图是大概六七公分 是秦汉时期皇帝皇室专用的一种标配它的旱图建筑 这是在秦始皇帝陵园的里边和外边所发现的一些戳记 每一块碗上面都有一个章子 这个章子显示着什么机构 这其实是物乐公民 依靠其成 是我们今天的质量标准的管理体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仅仅是把列国统着一个中国 它其实有很多制度上的整合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最有名的一种标配 一种标准性的建筑就是高台建筑 这种高台建筑到了最后一个形的就是我们今天北京故宫的五门 看看北京的故宫五门就知道这种建筑最早它是独立的 在宫廷大门的外面两侧独立的 后来跟门联系起来 这种制度也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秦始皇陵园还有一个东西 它做了一个组排水渠 这个技术非常高 因为整个秦始皇陵地区是南边高北边低 为了房子地表水地下水 地下水也是从东南向西被流 为了房子地下水进入墓室 然后就墓葬的东南西 然后挖了一个水渠 这个水渠后来再用清高泥把它堵起来 然后把水排走 然后把它堵起来形成一个水坝 这个水坝的功能是什么呢 其实修建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时候也遇到地下水的问题 设计好了以后地就挖开了 发现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来 怎么办 办法跟2200年前修秦始皇陵的时候 那些专家 那些工程师所用的方法是一样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2200年以来在这方面我们进展不大 还有一个封土建筑 按照文献的记载秦始皇帝陵的封土高度是116米 116米将近40层的高度 但是没有建成 后来遇到农民起义了 那高度只是55米 即使是如此 55米这个高度也是中国古代陵墓里边最高的 这种高度其实是体现了所谓的非壮丽无以重危 秦始皇帝陵的封土不仅仅是因为它高 它在封土里边还有这么一层建筑 这个建筑在地面一上 高处地面在牧师的周边 高处地面30米 它是一个水平 然后外侧成9层台阶状 台阶上面还有廊房 屋面上有瓦 这是干什么用呢 这是供秦始皇的灵魂登高望远用的 这套设计的方案可能来自博斯帝国的摩萨拉斯总督 摩萨拉斯的行省 摩萨拉斯在今天的土耳其 通过我们从秦始皇陵的地宫 通过我们到秦始皇陵的所有的陪葬坑 通过我们在秦始皇陵所看到的一些高等级的建筑 我们能看出来这几块恰好就体现了秦始皇构建 创造一个新时代的一种需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汉文明的形态 所以它包括了宇宙观 包括了社会制度体系 包括了核心价值观 按我的理解 其实我们所谓的汉文明就是什么呢 是在帝国的发生演变过程中形成的 以汉字为交流的语言 以天地阴阳为宇宙观 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 以规矩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 谢谢各位 这就是秦始皇所干的 谢谢各位 这就是秦始皇所干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阅,转发,打造成左右 除了一种磨蹈幻月之后 我来说用事方的钦争 我会不要不吝点赞,